欢迎来到赞虾大国民 我是郑凯云 现在全世界都有一个问题 不管是已开发或者开发中国家 很多的国家问题就是高龄化 还有少子化 而且少子化之外 很多家里头只有一个小孩 就类似这样 爸爸妈妈全心全意在呵护他们 这颗宝贝 他们手中的所谓珍珠或宝石 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独生子女 照养得更好呢 因为过去有一些刻板印象 认为独生子女很自私 很骄纵 很妈宝 很不合群等等的 这样的观念到底还对不对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少儿心智科的医师 许正迪医师 卡云好 大家好 亲职作家杨丽荣 嗨 大家好 还有三个儿子的妈 彭菊仙 大家好 再来就是独生女儿的妈妈 罗依君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很多人真的对独生子女 有刻板印象 就连台北市长 柯文哲 他怎么说呢 他说独生子女 对人格发展会有问题 大陆目前在所谓一胎化之下 他们这种小孩子在长大过程当中 没有兄弟姐妹的 对人格发展不是很好 担心小朋友独自成长 人格有缺陷 北市打造新的托婴模式 由三名保姆照顾十位 零到两岁小小孩 比起以往四十多个小朋友 几亿间 柯文哲讽刺是养鸡场 他说这样比较有家庭感 不要像家庭 避免五六十个那种大卖场的那种 我想这个size应该还可以 就传染的部分也许会就会减少 但是如果多孩子也有多孩子的带领方式 以往公办名义拖婴中心 八到九位老师 照顾四十到四十五位小小孩 和私立的拖婴中心一样 保姆和小朋友比例大约是一比五 居家保姆一比三 袖真型号称改善环境 只是今年北市市办五处 明年加码十五处 算一算也只有两百位小朋友能受惠 家长直言名额好难抢 觉得很难抢 几乎都抢不太到吧 育儿话题一转回归家庭 朱立伦透露现在的政治环境 不适合结婚的人 柯文哲听了好尴尬 当然会啊 这个一定会的 会话 我们这种什么肉搜 哇 这大家读得了 这柯文哲 算了算了不要讲 他拍意见跟你不一样 他拍那个教室 他这夫妻吵架什么话都会讲 奇怪 你还没结婚才会问这个题 摩摩头快闪离开 就怕牵扯2016会模糊市政焦点 刚第一句话煞到大家了 独生子女会对人格养成不好吗 会这样吗 应该是说独生不好 但是如果对子女的话就未必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 你的独生子女 他以后是不是在一个独自生活的环境 他应该是要有什么样 他要有一些 比如说父母亲帮他培育的 孕育的环境 第二个可能他自己要发展 自己能够孕育的环境 所以我们其实看过很多独生子女的话 说真的 其实他的环境还蛮好的 资源还蛮足的 说真的 他的立足点或他起跑点 应该是比别人要来得高来得厚 所以现在真的扭转过去的观念了 台湾现在出生人口到底有多少呢 2014年整个生育率只有1.17 这比之前还稍微拉上来了一点点 几乎是全世界的最后一名 因此每个妈妈大约只生一个宝宝 就在台湾很多独生子女 不只台湾 全世界 现在包括欧美国家 大陆更不用说了一胎化等等 所以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因此也有很多专家做了相关的研究 美国的加州心理学家 针对了40万个中学生 长达20年的研究 结果这个研究发现 打破过去大家的刻板印象 觉得他们很骄纵 好像很难相处等等 他发现这样的孩子 聪明 有创造力 有教养 还更成熟 其实这个研究来讲 我大概有去看他的paper 他里面其实 他最主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是后面他有提到的 为什么会更聪明 更有创造力 更有教养 更成熟 是因为他有一个更聪明的爸妈 更有创造力的爸妈 更有教养的爸妈 更有教养的 更有成熟力的这个爸妈 等于说他们从小来讲的话 我们看这些父母亲 他的社经地位是比较高 所以他请住的资源也会比较多 而且相对而言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因为这次大概是最近20年的研究 就真的 美国从战后婴儿潮这一群的父母亲 他可能也是都独生下来的子女们 他们会请住比较多的资源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会发现这些独生子女 他们有在里面说 你觉得你爸妈对你的教养态度 他说很开放 很自由 该让我做决定的就做决定 但该给我资源的时候就给资源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 非独生子女上面 因为要分配资源 所以有时候为了资源会打架 或者资源分配不均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冲突的一个状况 宜君 你们家就只有一个孩子 在你女儿身上 可以看到这种聪明跟创造力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 并不是这么的绝对 它其实有很多辅助的因素 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只有一个孩子的爸妈 他比较多时间可以花在等待 这个等待可以等待孩子去摸索 可以等待孩子做决定 你可以让他去尝试 那爸妈通常也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去用比较开放或实验性的方式 去进行教育 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好 因为女儿来讲 她用哪一些做法 处理事情的方法 让你觉得眼睛一亮的 比如说我们拿最敏感的人际关系好了 那举个例子 她在幼稚园的时候 她想要当妈妈这个角色 就是娃娃角色扮演想要当妈妈 那很多小女孩都很想当妈妈 这个是并家必正之地 那第一轮的回合她输了 所以她回来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妈 我很想当妈妈 但是今天没有做成 我说喔 所以你今天心情可能不太好 她就说 有点 我说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她说不用 我自己处理 她用到处理这两个字 很吓到我 我想说我平常常讲处理吧 好 接下来过了一个礼拜 然后把她最真爱最真爱的 一个蝴蝶仙子带去学校 我说这个是你从来 不太愿意让人家碰的 轻易碰的玩具 她说没关系 我知道同学会碰它 我愿意分享 然后带去了 一个礼拜之后 她回来告诉我 妈 今天又是娃娃角 我当上妈妈了 我说你怎么办到的 她说首先我们要先把 先告诉大家我有妈妈的气度 所以她就把她最珍贵的玩具给大家 还教大家怎么玩 第二个是 妈妈要准备很多食材 学校的食材不够丰富 所以她在用黏土做了非常多的 蔬菜 水果 甜甜圈 然后就带去学校 让大家玩耍 准备食材的是谁 妈妈 所以她就当上妈妈了 理所当然 她就是妈妈人选 这么的圆滑跟没有冲突 她也不会想要去告诉老师 因为通常有的时候看到 比如说同才争吵 或是手足在争吵的时候 第一个想要的就是 要嘛就先跟爸爸妈妈讲 请大人定夺 不然就是自己处理一下 可能就变成争吵 但是一个独生子女 她其实就开始动脑说 我要怎么达到我的目的 这是我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而且她是自己处理 也没有一个商量的对象 对不对 好 像局限你们家 三个会不会常觉得疲于奔命 从小就开始 而且这个抢妈妈是最可怕 抢玩具还很好处理 抢玩具我就说 好 大家都抢 玩具就要被关到黑洞洞里面 因为它害你们吵架 就不能玩 他们就说就不敢讲话 可是抢妈妈 对小孩子来讲 抢妈妈就像空气一样 要无所不在的 可是妈妈却不能无所不在 所以从小到大 我真的最害怕就是抢 他们开始抢妈妈 尤其在分离焦虑特别严重的 在学步我儿之前 好几次就是 这个小的要喝奶 就我一定要在旁边 刚好就是早上 第二个就要去上幼稚园 一定抢着 就是一定哭着 就是要我一定要我陪他 不要爸爸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我们家第二个 第二个通常都是个性 非常的鲜明 有个性 哭起来是上气不接下气 他可以从门口哭到门里外 然后再从楼上哭到楼下 反正就是要哭到你发飙 第三个他就很懂 他就那种气弱油思 哭得这样令人疼惜这样 然后哭一哭就这样整个人 趴在你身上 这样子 那你知道那种两个反差 两个我都没辙 最后我说好 这样子妈妈去拿菜刀 把妈妈切一半 但是我不晓得怎么办 那时候 就是每一天早上都这样子 然后小朋友听 吓到 然后两个就哭得更大声 哭得更大声 妈妈不要切一半 妈妈不要切一半 然后我就说 我就开始我也哭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后来 可是你也很好玩 就是你后来去想 上学的也上了 奶奶也 该喝的也喝了 所以那个就是过去了 就发现说他们 好像每一个年龄都在变化 五岁的时候会抢玩具 然后七岁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说 那我们来捡到石头布 然后九岁的时候 老大就说 我让弟弟 那十一岁的时候 就老大或老大就说 这很无聊 我们不玩了 所以那个每一个阶段 我看到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进展 跟进步 那当时你会觉得很羡慕那种 我常常羡慕 对 比如说有那个 现在很多那种娃娃才艺班 就有邻居朋友打电话说 要不要参加 我说好 很想参加 可是我们家小的 老三 老二怎么办 算了 所以很多才艺班我就skip 不要去了 然后我就发现说 变成他们小孩自己玩 可是我也很羡慕 就说你们每个人学的才艺 会跳舞 会唱歌 我也很羡慕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选择 我曾经试过 可是到冬天我要背一个 然后推一个 然后碰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就想说对我来说太麻烦了 上阳老师 你自己有两个小孩 但是对于独生子女 其实现在的社会 台湾跟国外越来越多 你看到的也是 他们享受爸妈资源这块 非常丰富 这样对孩子的影响 我们必须说 所有的研究都指出来 环境里面资源相对丰富的 确实对于孩子的脑力的发展 是有帮助 可是不要忘记 手足其实也是一种资源 所以刚刚菊昕提到的 就是说他可能能够去上才艺课 这个资源是不足的 包括时间 包括经济等等的 可是你有发现 他跟同才相处的经验是什么 是多的 他在他一生成长过程当中 简单的说 他给的是不一样的营养素 所以我觉得父母能够 所有的研究 我觉得就算不是让我们焦虑 是要让我们安心一点 知道怎么样发挥他的长处 然后避开一些暗交 所以对于独生子女来说 在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们就形容了独生子 是这个父母用心来培育的 特殊钻石 那么这个特殊钻石 在父母研磨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非常重要 在最近其实这几年 美国的前国务卿莱斯 其实他被认为是一个 很独特的天才独生女 15岁的时候跳级念了大学 那么27岁在史丹佛教书 还会好几种语言 而且他是业余的室内钢琴演奏家 还跟马悠悠一起来演奏过 像许医师 你们所遇到的独生女当中 独生子女当中有比较特殊的案例吗 其实独生子女来给我看的 说真的还不太常见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会去看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理困扰 或什么精神症状 但是他们多半来给我看的 应该是爸妈有心理困扰跟精神症状 为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说 爸妈给我的压力比较大 或者爸妈也不知道 怎么给他压力 让他觉得好像是要在 适当的压力下 去适性的成长 这个是变成父母亲 跟独生子女当中 我觉得是最重要 去相处跟调和的课题 所以我印象中就很深刻 有一位独生 你是我们所谓的叫 第一志愿的女生高中 她说她一路就这样被栽培上 反正父亲之教授 母亲之医生 还一路上 她觉得苏安说 发现念了第一高中之后 为什么人生还有那么多优秀的 不是爸妈从小都把他当作 你是最好的 你应该是我们教养出来会是最好的 为什么会碰到这一群人 会比他还优秀 他在里面就挫折了 挫折到不行 为什么挫折到不行 他觉得他应该也是最好的资源 为什么其他人也没有那么好资源 为什么他们也可以念那第一高中 所以他自己开始就慢慢的忧郁 他有一点挫折 他有点过不去了 对 那个就我们讲的挫折忍受度 在那时候完全就表现出来 就变得太低了 然后面对这个同侪竞争之后 他又不晓得怎么去适当的表达 因为爸妈都跟他讲 你爸爸是教授 我是医生 你要低调一下 最好不要跟同学有讲 你爸爸妈妈在做什么 所以他从小几乎就跟同学就有一層隔阂 养生他心里头 他只要读书最好 只要读书读到他以后想做的就OK 结果不晓得人家第一高中 不是只有念书第一而已 是每个都要第一 他发现在他其他能力 没有被培养起来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 从以前很有自信 就变得很自卑 然后我们就花了好大的时间 就说这应该看爸爸妈妈 叫我 妈妈愿意来 爸爸不愿意来 爸爸说我教授 我跟系主任 我来不做什么 我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这个周围的时候 不好意思 许一师也只有这个困扰 所以还是要请你过来一下 然后这样满满培养之后 会不会让你多了解女儿 让你比较能够帮助她成长 所以后来这个情况 我们就请她一起过来之后 从父母亲间下走 然后父母亲了解她子女 她女儿现在面临怎么样困难 那需要怎么样协作 恍然大悟 往来我们过去的教导方式 都只是教她怎么念书 怎么样保护自己 却忘了教她 如何跟同学相处 如何去开发其他的资源 所以那个教养的观念 就要做一些改变跟扭转 OK 广告之后也要来看 独生子女有一些状况 包括早熟 还有她很孤单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少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